法院陈森法官训问之后 综合被告的陈述 还有界内的相关资料 就蔡秋龙先生的部分 是认为她有事实 她是涉犯贪污知识条例第五条 第一项第三款 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 还有不振利益的罪嫌重大 然后考量她的身份 还有对于考量她的身份 还有对于其他共同被告的 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然后再来就是 对于公所职员的文件的掌握程度 认为说应该认为说 如果没有积压 会对于追诉或审判 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所以依照刑事诉讼法 第101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 裁定从111年3月9日起 积压两个月 并禁止监见通信 以及售售物 法官认定蔡秋龙 还有理性清洁队员 以及为灵性济事犯行重大 有创政逃亡之余 裁定三个人收押警戒 蔡秋龙的夫人徐慧玲 则是30万交报 而无姓承办人员1万交报 华林县政府收到裁定书后 也终止蔡秋龙的镇长职务派员带领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画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